这一次去进马轮吧 一定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进马轮 它是马来西亚半岛最大的州 蓬航州里面最小的仙区 但是却是马来西亚半岛里面最大的高原生意 至于这一次呢 我们会选用非常不同的方式 来好好的玩一遍进马轮 好好的玩一下这个美丽的地方 好了 话不多说了 我们就从吉隆坡的市场街出发吧 早上的9点钟我们就从吉隆坡出发了 途经松岐部落 金龙山万福斯的所在地绕望 有美食有瀑布的小镇丹中马林 名字都去The Slim River 淳浦又像个害羞的小男孩的边境小镇Trolak 拥有一座温泉乐园的松盖 凭记载饼和样面卖出名气来的B度 然后再从南北大道转出去打巴的收费站 交了过路费后就开始沿着港本小路上山去了 从打巴收费站出来圆着弯弯曲曲的山路 我们驾驶了大概是30分钟后 壮观的一时干的瀑布 微舞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只见断极的水从60米高的瀑布流下来 把下面的河床都冲击成一个水潭了 可能由于是年末适风雨季吧 有关的管理部门暂时都不允许游客 在近距离的欣赏瀑布和玩水 而我们也只能够远远的观赏它的美貌而已 我们来到了半山的这个瀑布 就是上去从基隆坡上去进马轮吧 这个是地址的路线来的 瀑布前面有很多原住民经营的小探子 有很多手工艺品都做的很不错呢 在高山和森林里 除了空气特别的新鲜 气候凉爽 蟲鸣鸟叫的声音更是不绝一耳 既然无法在拉达伊斯卡纳瀑布玩水 我们就继续行程吧 话说金马轮高原 它虽然是蓬河州最小的县区 却拥有九个市区和乡村 从南到北顺序为 Lingland Bertam Valley Dunaratha Dunar кварти Princhang Kia Farm Teringkap Kuala Telah Kampung Raja 和Blue Valley 大概是飞了四个半小时 我们终于从金融波来到了金马轮高原 送一下金骨喝一杯金马轮土产的香茶 那是必须喝可不容缓的 因为驾驶路线的原因 我们一上到了高原不多久 迎面就进入了这个风景融化的咖啡馆 和满山绿油油的茶园 咖啡馆的名字叫Kameron Valley Tea House 规模税不大 但生在那幅满山茶树的风景 尤其是周日工作天 本地有客人数并不多 不用跟别人抢好的位置坐 也没有太多的吵杂声去影响当下 享受着高原凉爽气候 绿油的茶园和乡村好喝的金马轮红茶 在金马轮高原 时间仿佛变得缓慢了 在即的性质也不再容易复走 Cameron Valley或Barrat Tea Estate 位于Ringlet通往大纳达达的路上 说起Cameron Valley 它是属于Cameron Barat Plantation所拥有 在金马轮占地1600英亩 共有4座茶园 是马来西亚第二大茶叶生产公司 从1990年开始 他们创立了Cameron Valley系列的茶叶品牌 从此在茶的这个市场 稳稳地占了一席之地 在咖啡馆旁边的小厅子 买了车票 坐上了茶园特别的交通工具 去到了山谷中央 我记性地飞了一下航拍机 相信这个角度 鸟看整个茶山的风景 应该没有多少人看见过 我看了 马来西亚是个年尾就逢雨季的国家 这时看到天气有些阴暗 不时有些雨地洒落下来 看来是时候去伊林豪的民宿拿钥匙了 从茶园去下榻的Iris House Resort民宿 在没有什么车流量的星期三下午 约十分钟便可到达了 把行李放下后 我们晨天黑之前 很快的就把车子开到了离民宿几分钟驾驶时间的Bringchang 我们来到了金马轮的Bringchang 然后这里呢是比较繁忙的电影方 Bringchang也被称为Bringchang 是位移海拔1540米高的高原上 也是这里的第二大城镇 这里的商店和餐馆邻里 酒店和民宿也很多 在周末和学校假期时 这里的夜市更是游客们最不能错过的打卡地方 由于我们不是在周末过来 因此夜市真适合我们母元了 很多人对金马轮高原的印象 就是那测水马龙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人满为患的景点 哪怕是餐馆很小时点 到处都会挤满人 但是星期三的金马轮 大马路时空荡荡的 加上不时吹来的雾气 把这个城镇换上了一副 比较冷漠的模样 其实呢 我更喜欢这个样子的金马轮 因为我觉得我拥有更大的空间 去享受这里的一切 在20度C的傍晚 来一顿火锅 是在高原上最暖味的事了 随便的在镇上挑了这间火锅店 食物方面还可以 价钱就稍微有些偏贵 服务数值需要提升 总体来说不过不是 勉强及格吧 今天晚上又是逃不出下雨的宿命了 反正是用过了晚餐 也吃过了甜点 温度已经下滩到15度C的晚上9点 是时候回到民宿休息了 来到了第二天早上的9点 约了在金马轮居住的我的妹妹和她的丈夫阿发 一同在Pinchang吃早餐 我们一伙六人点了烤面包 半手鸡蛋 虾面 云吞面 咖喱面 酿豆腐 以金马轮高原的水准我觉得味道相当不错呢 接下来的行程绝对没有多少个来金马轮游玩的游客会体验到的 我们爬上了一辆在高原上非常通用的货车 站在车后当然感觉到又兴起又紧张了 感觉上就好像准备参与游乐园里的过山车 虽然两者之间的感官刺激不同 但是据说车开到山野初时也会把你下的双腿发乱 阿发父子驾车 我们四个子乖乖的站在车后 从大路到小路 然后再到黄泥路 之后路就越来越窄了 而且路面坑坑洞洞的 如果不熟悉路况 驾驶员的手心肯定会紧张到飙悍 沿途的山路确实让我们这几个主观的城市的人看懵了 山边的菜园绝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很少在如此近的距离看到各种各样 琳琅满目 乌烟六色 形态各异 新鲜肥美的蔬菜 其实说到静毛轮高原的菜园 因为土壤肥沃 阳光充足 雨水风雨 气候凉爽 天然的优越环境和因素 导致自己最适合种菜了 说起种菜的整个过程 随时都会有乐趣 施肥松土 整齐下种 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 那时候蔬菜还看不到影子 可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就算种的是希望 那希望也给人很大的鼓舞 因为那希望是用诚实的种子 种在水匪充足的土壤里 人情低不难 出一份劳力 就会有一份收成 从平坦到一路的电波 山路好像自己也不屑地向山里面奔驰 一直奔向那高原的最深处 此时高原里也没有其他人了 而我们也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就是一个草莓园 草莓是大家都爱吃的水果之一 尤其是看到现红成熟的草莓 放在手中 就好像一个神奇的红宝石 就算不吃 看看也挺舒服的 要是要伤了一口 那香甜的果子就会流片全身了 很多汁 然后不会酸 因为以前吃到一些草莓 特别的酸 然后这个吧 它确实有点果酸 但是就完全能够接受 而且感觉到就是很新鲜 因为也没有打这个农药 这次起来就非常安全的 能够下口 放进口里面 然后也觉得 哎呦 能够吃不停的那种 哇很甜 很甜 这草莓的种植地方还挺大的 然后就朋友们都采的很开心 他们一边采一边吃 哎呀 就住基隆坡吧 就很少看到这种地方 然后现在就可以来到这个 亲身体验这个草莓的种植 又可以采这个草莓 啊 哇 Josh 你采了那个 怎么样甜吗 这个草莓 很甜 很甜 真的 很好吃 我妹说啊 这个草莓园 最近都没有人看管了 长得如此红彤彤的草莓 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的采在 话刚说完 只见我们都已经火速的飞奔到草莓面前 这一秒刚采了一颗 下一秒又往嘴里面塞了一颗 难得忙碌的 鲁齿的开心 整个草莓园啊 都洋溢着童话般的雀跃氛围 说真的 这一片草莓园的果实又肥又美 又大又甜 根本就是上等的活色 我们从来都没有试过在草莓园鲁齿的放纵 虽然在当下已经吞下了不少过50颗草莓 但是人生能有几何如此的任性呢 我们又能有什么时候再回来巧遇草莓大丰收的时候呢 出回去大马路的途中 三边都长满了野生的龙蓄菜 阿发说这种菜拿来清炒特别有口感也很好吃 把车子随意的放在一边 我们也去抽个热闹 茶盒 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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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进马轮吧 能够跟踪的地方 基本上都在这些山区 土地挺肥沃的 然后气候也非常适合整理的种植 你看那个菜都种的非常多 而进马轮的菜呢 种类种的也挺多 然后这里的菜就供应到全马 甚至是海外如新加坡的都有提供 一样的 一只手上去下来 都那么多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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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下午两点钟了 肚子早已经在鸡鲁呼噜的在抗议了 车子开到了冰箱的Cameron Centrum上厂 妹妹说这里有一家马来餐馆 名字叫Budley's Kitchen 午餐时他们会碰煮不少地道又美味的马来菜肴 供食客自选 说真的这是一家非常值得推荐的餐馆 来金马轮游完大概光顾他们一下 保证会吃得很满意 下午三点半了 趁天气还可以 我们决定去一趟口碑不错的虚拟草花园 从Princhan的Cameron Centrum上厂快车过去 大概是9公里的路程 但是沿途的路道弯弯区区 车子也多 9公里的路用了30分钟 并不是件夸张的事 只见Lavender Garden的名字 大大的出现在大陆旁 这个景区还真的不小 挺有气势的 据说它是参考了欧洲的园艺概念 再加上创新的实际灵感 这个在金马轮高原 唯一拥有虚拟草花园的旅游深地 果真的是必须打卡的地方 漫步在花园里 一阵阵的清风迎面扑来 一眼望去几乎无止尽的花海 红的黄的白的五颜六色的 美不生收金太极燕 既然这个花园叫虚拟草花园 当然就要去欣赏一下虚拟草了 说起虚拟草的故乡 法国南部的Provence 那里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据说村里面有位姑娘 有天巧一位来自远方但受伤的男子 就好像所有的美丽童话故事情节一样 他们一见面后店里就互相的交流 爱火立刻噼里啪啦的猛烈的燃烧了起来 姑娘不顾家人的反对 坚持要把受伤的男孩带回家好的照顾 直到他完全痊愈 每几天后当男子康复了 即使两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爱得难舍难分 但是终究男子还是需要回家向一趟 姑娘不顾家人的反对 一心一意的要随男子而去 之时村里面有个老太婆把姑娘拉在一旁 说让她把一束熏草丢在男子身上 来试探她的真心 如果男子心怀不贵 那么熏草的香气能让不解之物先行 姑娘觉得这个建议还可以接受 于是就把一束刚才下的熏草丢在那男子身上 没想到那男子突然间化成了紫色青烟 随之消失在众人面前 几天后姑娘也不见了踪影 有人说她也化成了青烟 也有人说她寻着熏草的花香 去寻找那男子了 从此以后 熏草就用来比喻成相信爱情 向往爱情 我虽然喜欢虚拟草跟重情与非洲剧 她的英文名字叫Jabra 人们交场教她Daisy 来到我这里最喜欢的这一部分 这是我最喜欢的非洲菊吧 应该是叫颜色非常的特殊 非常的鲜艳 觉得它非常有气质的那种 百看不厌的这种光 是一种菊克大丁草树的植物 其英文学名是Jabra 有一个叫Robert Jameson的苏格兰人 在非洲的巴尔顿开采金框室发现的 我喜欢非洲菊 因为她不虚拟玫瑰的风之卓越 根深百合花的清丽脱俗 也比康乃兴细腻柔美 她的美丽大方 阳光爽朗 从不遮遮厌厌 也不羞羞达达 感觉到只要她一旦在身方 她就会努力的释放她的魅力 让看的人瞬间动容 地久不忘 总体来说 这个Lavender还真的是 没错了 就管理的挺好 然后花的什么也挺多 值得过来 因为门票也就20块钱马屁一个人 就成人的票吧 觉得还OK的 然后就现在外面下雨呢 就哪里也去不了 就暂时在这里多走景圈吧 趁雨时简落 我们飞快的转进车子里面 准备前往位于Dana Radha的 Smokehouse Hotel 要摊茶吃糕点 其实我之前来过了金马轮高原无数次 每一次都和 Smokehouse Hotel 查试了过 或许有些事情因为世界味道 再怎么闲也不会去做 而一旦时间到了 自然而然的就会行动起来 话说在1885年 马来西亚还是由英国统治师 当时有个叫William Cameron的地理探测家 在一个测突行动中发现了这个高原 事隔40年后 另外一个英国人 Sir George Maxwell 来到了金马轮高原考察后 决定把这个地方发展为 给当时在马来西亚定居的英国高官闲耀门 当作是他们避暑的地方 而这家杜多市精品酒店 Smokehouse Hotel 以1937年建号 是当时在金马轮高原追复未旺 也集聚英伦氛围的酒店 从原本的六间客房 到现在拥有23间房间的Smokehouse Hotel 今年已是85岁了 岁月虽流失如云烟 但是它依然风云犹存 而且还获奖无数呢 我们过来Smokehouse Hotel 就是要亲自体验一下 在温食市的餐厅里 用饮食传统的小午茶和糕点 虽然餐馆上的食物介绍 都让人蠢蠢欲动 但是在价钱方面 还真的不太亲民 把自己幻想成一名绅士 端起茶杯 小心温惜金马轮高原突产的红茶 外面依然凉风吹拂 西雨纷飞 已经开始昏暗的天色 还真的让人错乱了 哪里是车道 哪里是雾度 晚餐我们找到了自家 名叫有口福美味小厨 没想到星期四的晚上 时刻竟然那么多 点了阿桑花枝 苦瓜焖猪肉 青草龙蓄菜 招牌豆腐和腰菜鸡 味道也太好吃了 冷冷的天 热腾腾的饭菜 平时就吃一小碗饭的我 今天玻璃来了两大碗 今晚的雨似乎有些唱情 我们一整天的活动下来 还未到晚上十点 睡衣也已经浓了 来到金马轮高原的第三天了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 尤其是一整晚的雨后 高原的空气更清新了 特地的从民宿驾车过来 Dana Rata这里 因为它是我 13岁参加学校的同军团 加起生活饮食 人生第一次踏上了金马轮高原 过来这里 就是想找回一些回忆 Dana Rata在马来文就是平坦的地面 位于1440米高的高原 是金马轮这里最大的城镇 拥有比较完善的史诗和建设 包括警察局、医院和巴士车站 不管是上班的、赶路的、晨晕的、享受着早餐的 在这个小小的城镇 很自然地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景象 接下来要去的景点 将是我们这一次过来玩的最后一站了 Songai Palace Tea Garden 波是马来西亚其中一间 名气最响当当的差异公司品牌 在1950年时 波收购了Songai Palace Tea Garden 当时这边土地的情况很糟糕 甚至可以用惨不忍睹 伪在旦夕的状态来形容它 然而波主席Tristan Russell的会演 觉得这片茶园的命运完全可以人为扭转 在多年努力不屑下 真的是皇天不负有信任 有这者是金城吧 这片曾经被人几乎垂气的土地 终于漂亮变身 现在成为了马来西亚和国外游客 真想过来打卡拍照 品尝香茶和吃糕点的地方 在2007年波进行的在这里 打造了一个游客中心和精致的咖啡馆 由于到访游客激增 在2019年 这里又在进行了扩建 让更多游客能够在更宽大的咖啡馆里 享受着金马轮高原独特的插院风景和氛围 我在这里有个小圈高 就是千万别在周末或公共假期的时候 回来这里 因为这里已经像是一块大磁铁 把十字八九上来金马轮游玩的人 都被吸引过去了 导致游客们原本打算 带着漂亮亮亮的心情 去欣赏实情画意的茶园 搞不好呢 当看到黑压的人群时 你会抱着头哭着下山呢 其实金马轮高原也就离开吉隆坡只有区区的二百公里 但是它却让生活在赤道上的马来西亚人轻轻松松的感受到秋仪的凉快 三天两夜的金马轮高原油 行程不会太紧凑 而且跟对的人去对的地方 接下来的一切师父也不会有什么差错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 我感谢您的赏脸 也谢谢您的支持 如果您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 老实说我由衷的感谢您 也顺道的问候您最近可好 马来西亚因为有不同的种族 语言文化作息和饮食习惯 招就了这个国家永远都那么的多姿多彩 这一次我们走了一趟金马轮高原 下一站又是哪里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